妳在幹嘛 她的潛台詞就是 因為她下一句 下一句可能就會講說 就是我好無聊的意思就是 陪我聊天 來找我之類的 男生會這樣想啊 很合理啊 可是你不覺得有時候女生傳 可能是真的她真的很無聊 有 真的有 前幾天我就收到 她只是想找一個人 就是聊天的對象 有 可是妳下一句話 那個我給妳推薦一下 什麼時候都可以跟你聊天 而且不會誤會 可是生命線的那個對象不能想像啊 那她就可以邊想像那個阿布的樣子 然後邊在那邊聊天 可是她可能不是對她有意思 妳半夜無聊都做這件事情嗎 沒有 我不會 我只會那個 就是看一下韓劇之類的 不是 我說 我的意思是說女生 妳在傳這個的時候 其實妳的意圖要明確一點 不然男生一定會誤會 要只要明確 比如說我前幾天半夜 一點的時候收到一個訊息 也是傳來妳在幹嘛 但是這個人我不會誤會 因為我說我在家 什麼的 不是 李妍瑾 她傳第三句說 沒事啊看有沒有舉 我就說喔 好 我沒有舉 掰 就這樣 因為就是很明顯的嘛 那如果你是接下來 就是講這種我無聊啊 你在幹嘛什麼什麼 睡不著 那就一定有問題啦 是是是 很容易誤會 有一個女生傳 進來好嗎 給我多誤會 進來好嗎 進來好嗎 真的很客套 進來好嗎 苦力老師 但是要跟你借錢 對 因為她打錯字 她打成進入的進 進來好嗎 我就給她還回說 真的可以嗎 哈哈哈哈 怎麼打錯啊 哈哈哈哈 沒有 在手機的時候 我覺得女生 女生半夜傳簡訊 除非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女生 那我就覺得這個很 不管是單純的了解 還是喜歡妳 我覺得是有點無聊 之前有造一些麻煩 就是 好像 兩年前 我在拍戲的時候 我不小心把我的手機 放進去一個 一個寶寶裡面 然後在演的時候 要演生氣 一直摔那個寶寶 對對 我忘記了我手機在裡面 它沒有壞掉 但是是快了 快要壞掉 然後我手機放左邊 然後半夜 我都在玩電動 在玩 玩得很厲害 然後那個音樂 電動的音樂 就很很 很刺激 你知道嗎 但是旁邊那個手機 是 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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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這個女生 這半夜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為什麼不回我 你在幹嘛 所以我就關機 沒有關機 我爸放震動 然後繼續玩 半夜的時候 她一直震動 一直震動 一直震動 到我桌子的旁邊 掉了 壞掉了 你看你們女生多無聊 她講了這一場 半夜 你手機震動 這什麼 手機震動 你知道我多久 你轉過去好不好 你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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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扣了你 轉過去 對啦 你轉過去 不好意思 賈斯汀 我可以麻煩你 明天坐飛機回廈門嗎 拜託你 不要啦 賈斯汀 沒有意義的故事 真的 我想要請問女生們 你有沒有過一個情況 是你主動給電話 主動聊天 結果男生會錯意了 覺得你喜歡他 有啊 我就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一個女生 她是嗨咖 然後呢 她就很常找我們 同伴的一個同學 然後那個女生 那個男生長得不是很帥 可是她一直覺得 這個女生可能對她有意思 因為那個女生常常 每次要約局就約她 吃飯 唱歌 打保齡球 什麼都叫她約 而且都是第一個先約她 然後後來呢 這個男生慢慢就喜歡那女生 但是她後來 就是有透過朋友 稍微的想把心意透露給女生 知道試試看 女生到底對她什麼感覺 可是女生就大傻眼說 她怎麼會喜歡我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她朋友就跟她講說 妳不是很常第一個找她嗎 她說沒有啊 因為她 她就是 揪咖王啊 我先揪她就不用揪其他人啦 你就是跟李妍謹 搭給阿布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有沒有那個局啊 所以她就以為說 原來你每一次第一個打給我 不是喜歡我嗎 原來是因為我揪咖比較快 我的話是之前我朋友 然後因為就是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一群朋友都沒有車子 可是我們又很喜歡往郊外跑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就說 我剛好認識有一個朋友 她的工作滿free的 就是那種SOHO族結case的 那我們可以找她出來好了 然後我們她就 那朋友就打電話約那男生出來 然後約出來 然後就發現 他真的滿好約的 而且時間又很free 所以我們後來只要想要去一些 什麼陽明山啊 北海岸的時候 我們就都打電話給他 結果後來就是懷疑說 他就開始覺得 那個朋友應該暗戀他 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只是去插司機而已 對啊 會跟我那故事一樣 是 我覺得你們女生這樣真的很過分 你知道男生會那麼常願意跟你們一起出去 帶你們出去 其實他對你們之中 某一個人是有意思的 所以你懂我的故事了吧 對 可是為什麼你們卻要真的 就這樣一直約他 這擺明就是你們刻意要讓男生 我沒有 沒有 其實女生就是 沒錯 我們年輕的時候 女孩子通常不會主動給你電話 因為給你電話好像就 需要你打給他 所以你有意思 就很像古代的那個 我年紀越大 越多女生越愛給我電話 我想說 這表示我越來越有行情 後來發現不是 會主動給你電話的女生 要不就是禮專 要不就是售貨物 要不就是賣保險 對 都是有目的的嘛 你們照著做司機也是一樣 你們這些女生就太壞了 傷了我們這種純情男生的心 純情 壞 以前我剛好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她跟我說她要學西班牙文 所以我就覺得很方便 因為我要學中文多的 那所以我問她 你可不可以給我你的電話號碼嗎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一次兩次 我們做那個語言交換 然後她就很開心 然後給我 然後從第一天開始 她穿的非常漂亮的衣服 我覺得她有點誇張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只在一個咖啡廳而已 但是她有搞鞋子 然後呢划很多張 很誇張 然後不是說如果再做語言交換 她應該是做我的前面對不對 但是她說如果我做妳的方便 比較方便 然後 喔 方便走運 比較方便幹嘛 她是想要跟妳身體交換 哈哈哈哈 我比較 我覺得她誤會我 因為 但是沒關係 因為對我很方便 所以我先跟她上課幾個月 然後後來我已經學中文後 就跟她講 喔對不起 但是我的中文已經好了 然後後來都沒有課 妳的意思是說妳是柳夏慧 妳主動把她 切開了就對了 沒有吧 這像是一個利用的故事耶 我也覺得也是對 我覺得也是那個女生被利用 她中文學好啦 她就跟那女的說不要連絡 那女生不漂亮 但是喜歡打扮得很漂亮是不是 而且她也沒有跟妳說 她喜歡妳啊 都沒有很漂亮 對 就是因為沒有很漂亮 妳看男生是不是很現實 不是啦 她很好啊 如果 為了這個 如果她吃掉那個女的 然後呢 如果不在一起 今天就是她不喜歡嘛對不對 可是她問題在她就吃不下去 對啊 等一下 我們問一下古龍 古龍如果今天這個女生 她不用打扮就很漂亮 你是不是中文學好 還會繼續跟她一起 可能會吧 對 剛剛講到電話對不對 在日本 不太會女生問 你電話號碼多少 現在比如說有LINE 還有WeChat什麼東西嘛對不對 還有Facebook什麼的 但是呢 我們日本人來的話 電話多少 意思感覺是 這個女生都有意思 如果只要工作以外 或許就是說 有幾次 比如說明天要去哪裡啊 那我就是要聯絡到妳 有可能可以就是 要到電話的號碼 但是就是台灣的朋友 那你電話多少 夢多那你們在日本啊 平均見面幾次才會要到電話 欸 其實不會 那女生怎麼要電話 沒有沒有沒有 女生怎麼要電話 我覺得你是要看場合啦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玩樂的地方 當然就很容易 互相會留電話啊什麼的 沒有耶 因為大家都是出來玩嘛 沒有沒有 出來玩的時候 玩的時候就是現在了 之前也沒有LINE跟WeChat嘛對不對 但是 如果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什麼一張紙啊 那個學電話號碼 給他 意思是我喜歡你 對 不一樣 女生也會這樣子地址調給男生 會 所以就是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欸 你電話號碼多少 你不會錯意